第七十七集十六国前秦 惠武皇帝 福洪 前秦惠武皇帝档案 生族年公元285至公元350年 父母父亲是蒲怀归 母亲不祥 后妃江氏 年号吴 在位时间公元350年 是号惠武皇帝 妙号太祖 灵寝不祥 性格足智多谋 雄徒大略 唐房玄龄在禁书中点评说 说他号施多权略 小武善其社 前秦惠武皇帝 名叫福洪 是第一族酋长 蒲怀归之子 前秦王朝的奠基者 前秦王朝的奠基者 他趁着西晋八王之乱后 天下混乱 自立为王 开创了前秦政权的基业 福洪生于公元285年 自广市 原本姓蒲 略阳临位第一族人 略阳临位 就是今天的秦安县 隆城镇 福洪出生时 隆幼正连日下大雨 百姓苦不堪言 就有人做歌谣 雨若不止 洪水地起 所以家人为他起名为洪 福家世代都是西荣的酋长 所以福洪也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他成年后 不仅骑射功夫高超 而且性情豪爽 仗义舒财 族人对他既尊敬又爱戴 进淮帝司马赤在位期间 西晋刚刚经历了八王之乱 全国上下乱成一片 福洪认为这是个做大事的好机会 就用重金招来了一批英雄豪杰 并招兵买马 他很快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福洪被众人拥戴为盟主 不过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盟主 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他的同族 蒲光 蒲突等人 后来匈奴汉国的大将军刘耀 迁都长安 建立了前兆政权 福洪不堪蒲光 蒲突等人的排挤 却去投奔了刘耀 被刘耀封为帅异侯 公元329年 刘耀为后兆石虎所杀 福洪没了靠山 只好又带着自己的一部分人马 跑到了龙山 龙山地形险要却并不安全 公元333年 石虎准备攻打福洪 福洪势单力孤 自知不是石虎的对手 就主动带着两万户居民 向石虎投降 石虎还没出手就成了赢家 自然非常高兴 就封他为冠军将军 对他很器重 福洪跟随石虎到了长安后 就向他建议 将秦 雍 及低 枪等族 十万户迁到关东 以充实东部 石虎同意了 还将福洪任命为流民都督 专门管理这些新迁来的居民 福洪很有才干 他屡建战功 被石虎封为西平郡公 他的部下也有两千多人被赐封为关内侯 福洪就是他们的领侯将 他的势力就逐渐扩大了 石虎的养孙 冉敏 是个战功赫赫的野心家 他见福洪势力很大 就劝石虎除掉福洪 不过石虎很信任福洪 就没有同意 石虎死后 儿子石尊为帝 福洪继续居于高位 不料没过多久 石尊就在燃敏的山洞下 罢免了他的流民都督一职 福洪是个聪明人 见职务被免 就知道后兆已经容不下自己了 于是他迅速地脱离了石尊 去投奔东晋墓地司马丹 东晋偏安江南 北方都是胡人的地盘 福洪的投诚自然令司马丹喜出望外 永和六年公元350年 司马丹封福洪为征北大将军 冀州刺史广川郡公 福洪经过这几次投奔 手下已经有了十万人马 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官位越来越高 野心自然也就更大了 他对司马丹给他的风诀 很快就不满足了 正好手下有人劝他称王 福洪就顺势于公元350年2月 自称大将军 大蝉鱼 三秦王 福洪称王后 心就更高了 他雄心勃勃地筹划着 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不料石虎的旧部 福洪的军师马丘也很有野心 他为了夺权就用毒酒害死了福洪 福洪翔年66岁 他死前将王位传给了儿子福建 希望他能完成自己夺取关中的心愿 福建称帝后 追视福洪为会晤皇帝 福洪虽在位不到一年 但他奋斗多年 为前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